好我们再来看到这陈时中的坐车是遭报围停世界争议持续延烧 台北信员徐晓星出面猛攻了 认为当时绿营在他爆出围停争议时是穷追不舍 现在应该比照徐晓星模式对待陈时中 他指出在昨天呢向警方学问密录器还有行车记录器画面 但不是个密录器没开就是档案已经被洗掉 大酸陈时中根本就是人体黑洞 只要遇上他这资料通通都会不见啊 一切圆满 将精产插入土中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金华广场开工动土仪式 时日金华成就职计划将华丽重建上班园区 柯文哲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不过一听到时事题脚步匆匆走得很快 为大家怎么看这个陈时中他的车辆围停的事件 民进岛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坐车遭民众爆料 台风天到内湖勘灾 为了抢快先是闯红灯 又围停工车停后去将近八分钟 时间爆出后第一时间内湖和南港分局都发布新闻稿和监视器画面 素质之快遭外界猜测是不是是否介入关切 虽然陈时中团队紧急道歉缴罚款 但还是执不住批评声浪 赖心的副总统在之前也才参加了交通安全院的记者会 陈时中他却连续违规 这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这回陈时中围停争议 可是让台北市议员徐晓星逮到机会了 毕竟先前徐晓星也因为违规停车遭绿营围剿 这次他喊出警局要比照徐晓星模式公开远警密录器 不过警方却回应事发当下远警没打开密录器 就连警车行车记录器档案也被覆盖 陈时中好像一个自带人体黑洞一样 很多关键性的资料碰到他都会不见 密录器的执行要点照理来说都是应该要开的 碰到陈时中又没有开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警察他在执行程序 并不是我们有没有密录器的问题 徐晓星火力全开直远警上前 拦查后没有当场开罚 就让陈时中坐车离开 是不是有特权疑虑 陈时中的团队里面 禁用了这么多这样子的二代 是不是以后在司法 在检调或者是在警察机构 就可以呢 这个因祸得福 然后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警察在执行的程序 那第二个我们的罚单也已经缴了 年底选战已经进入关键时刻 参选人一举一动都被放大解释 陈时中坐车争议再度引发论战 记得陈瑞祥 陈思琪 台北 曹文老 日前前世中和黄珊珊先后 都拜访过星宇航空 那么今天呢 国民党台北上参选人蒋万安 他也前往星宇来拜会 董事长张国伟 两个人是闭门 交流了将近五十分钟 现场媒体就询问了张国伟 说台北市撒卡都当中 他最欣赏谁 好对此呢 张国伟说了 只要在乎观光业 他都很欢迎 还要媒体不要挖坑 给他跳 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到门口迎接 蒋万安既对手陈时中 喊黄珊珊之后 也来请议 闭门会谈将近五十分钟 只是等到会后 访问环节 张国伟却默默退到角落 似乎没打算和蒋万安同框 蒋万安一笑声化解尴尬 但接下来当然得问问张国伟 三位参选人都见过 哪一位比较欣赏 这都蛮欣赏的 因为只要观光 很在乎我们观光业的 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 不要挖个坑让我跳 辛辣提问张国伟难以招架 蒋万安赶紧拍了拍 记者的肩膀示意 不过张国伟的父亲张荣发 当年出资 买下国民党大楼 年底选举会停蒋万安吗 我父亲其实跟各党各派 其实都维持非常好的关系 也没有说特别是国民党 那个时期是 当然是都是国民党在执政 所以让你们有一种错觉 那对比九月全时周来访 当时两人有说有笑 互动很热络 这回的气氛 就是很不一样 两人在镜头前握手 蒋万安也主动伸手 搭张国伟的肩 只是在对手后 最后一个才来访新女航空 是想营造压轴登场的气势吗 其实就是时间的安排 刚好规划在今天 那我知道张总长其实也很忙碌 下周好像也马上要出国 蒋万参访新女航空 和张国伟的互动 应发话题 继续重听的周国风 这一访报到 麻烦 这一期发生了 门可乐 这一期发生了 非常有声的